当中国人 谁愿意当个我们局啊 就是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天天都在说大陆有多好 台湾有多糟糕 哪个地方卖台湾的月饼 告诉您为什么 我们认为有一些不是政治的东西 也变成政治化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我们要访问到一位 曾经在中国党报工作超过十年 甚至当过女兵的一位反共人士 那她想要分享一些资讯 给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进采访 我原来是北京周报社记者和翻译 北京周报是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一部分 是中共对外宣传的 说谎的大机器的一部分 在我们外文局 一共有三十多个文种 每天向所有的国家 向世界造谣骗人 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新闻 全都是计划和炮制出来的 可能外边都不知道 但是作为我一个从十六岁 因为家里没有足够的吃的 也没有穿过任何一件新衣服新鞋的人 最后不得不去当兵 好有吃的有喝的 我们是非常贫穷的 可是当兵进去到部队以后 我所接受的教育是什么呢 就是如何要打倒中国最大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 那么在我们平时的工作中 每一个星期都要有一个宣传计划 我们的宣传计划 有的时候甚至一两年之前 news 新闻 实际上都是按照中共中央的 对外渗透的情况来决定的 所以我很想告诉大家 我们很多的美国人 甚至以前包括香港人 现在也可能有很多的台湾朋友 都不知道中共是一个真正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我作为16岁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工作了将近十年的人 我告诉你们 中共不能相信 中国共产党集权政府 他们对人民的镇压是残酷无情的 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世界各个各国人民的宣传 完全是造谣挑拨离间 和威胁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 香港变成了什么样子啊 房顶上推下来 年轻的小姑娘却被抛到了河里 大陆来的那些会讲广东话的军人 换上了港警的制服 就对那些学生采取了产无人道的镇压 请台湾的朋友们千千万万不要上中共的当 因为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骗你的 骗人不讲真话 掩盖事实 这是与中共持枪用军警来镇压 是同样的重要的 让我签字的东西竟然是中共大使馆的一个勒令禁止通行令 我说我不签字 我说你知道这不是事实 那个女客勤工作人员说 请你一定签字 因为这是中共大使馆给我们的 让我们让你签字的 但是我的身体到现在都没有恢复正常 我的跨过腰腿一直到我的脚腕子上天天都很疼 提起中国人我都感到非常的气愤 因为中国人这个词的意思已经在现在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哀窄的羔羊 大陆人根本没有自由发言权 一个小生意的人好不容易种出的蔬菜拿到街上去 就可以被他们的那个警察又打又扔 所有的东西都破坏 为了一些非常的自然的这些控告中共当地土匪行为的一些事情 要把事情说出来 这些人就有可能被打被抓被杀 没有自由的大陆当中国人 谁愿意打 请你们一定认清中共说的比谁都好听 但是他们拍着羊皮的狼 他们是要骗你们回大陆 让你们对他们有好感 对你们进行更深一步的渗透颠覆 把整个世界人腰颠倒是非摇 要在全世界实行他们的所谓的共产主义 诋毁和消灭私有制让人们没有权利没有声音 那么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你一切都被共产主义化的时候 你房子和你的生意都归为所有国有了 这就自然会变成一个中国式的没有一切的一切都被中共控制的这样极权国家的哀宅的羔羊 中国正在通过联合国向世界各国推行他们的这种 所谓的卓有成效的管理 是什么呢 就是一党独裁 一党专制 一党统治一切 各个方面 从你的孩子出生住在哪里 一直到你长大成人在哪里工作 都由中国政府来控制 比如说在我刚刚毕业大学毕业的时候 有一些人分到了一些地方 大家都知道是国家机关啊什么的都比较好 那么有一些人呢不愿意去 因为觉得他们得到的工作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呢中共就告诉我们 你们的这个学位就没有了 就不见了 什么都可以变为无有 如果你是人权律师 可以为别人说些公道话 那么你的执照也很有可能就被吊销了 除非你拥合着他们 我们认为中共现在对世界进行的共产主义化教育 通过孔子学院这个中共的特务机构 来渗透美国渗透各地 大家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中共利用这个文化 所谓的中华文化或是中华美食之类的 去对台湾也好 甚至对美国进行这个渗透 主打的你看我们的孔子文化 我们的中华文化博大晋升 对吧 我们赶快多来学习 所以后面不存在中共的控制 文化是文化 国家是国家 政府是政府 那你是怎么看 因为我们台湾很多年轻人觉得 我们这个行为太夸张 我们是猎物不存在 您怎么看 我认为首先大家要知道中共是一个什么东西 他们从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面上一套背后一套 如果您不知道这一点那其他的就会非常容易的掉进一个线坑 中共的特务机构孔子学院在美国我所知道的在加拿大我所知道的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孔子学院在华盛顿大学我们在他们去之前我们召开纪念这个天门大屠杀的这个活动 有很多很多的教职员工都来 但是在他们孔子学院进驻以后 竟然一个大陆人和老师都没有去参加我们的活动了 为什么呢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被通知你们如果去支持这些反华这个活动 你们回国就不会有工作所以不应该去支持他们也绝对不能去参加他们 这就是中共这个特务机构在美国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打压自由打压 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用钱去收买 他们在这个美国国会和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反制措施就是如果是公立学校 他们就不会再接受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教育经费的时候 那么他们不得不从一些公立学校撤出去 但是私立学校中比如说在PLU 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就是这个太平衡大学 他们还坚持保持着这个孔子学院的在那里的对人们的污染 他们要每年把很多的美国孩子带到中国去接受共产主义教育 他们在美国是影响人们如何去思考 他们告诉你们的都是中国的美中国的好中国的一切优秀这个那个 但是他们闭口不谈他们是不允许有任何自由的 这一点他们在孔子学院的教学教科书中绝对不会出现的 那么至于很多的所谓的非盈利的文化性的东西 那我要说台湾和香港原来的这个中华文化是最最保持着它的纯洁性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香港他们很快就会变成中共大陆化一些食品 很有可能就要添加很多的防腐剂甚至有毒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都不敢买香港的东西了 我们在过去月病节这个中秋节的时候 到处都在找哪个地方卖台湾的月病 告诉您为什么我们认为有一些不是政治的东西也变成政治化了 因为中共是一个非常十恶不赦的骗人的东西 他们的所谓的国家的食品安全完全是走后门花钱买的 都是由于中共的非常腐败的系统能够使这样的假货在市场上大量流行 是真正的好货却不能得到推广 因为我在去访问台湾的有一次时候 有一次我去访问台湾 在大街上我就看到一个工厂的这个厂长 把那个就是鸭绒被剪开 他说看这是我们台湾制造的鸭绒被 一个个很小的融融的装在里边的这个东西 和另外他立即就当时剪开的大陆的更便宜的鸭绒被 剪出来以后那个长毛很长啊 而且还带着那个猪猪可以扎人的 我都怀疑他甚至是不是鸭绒 闹不好还是鸡毛呢 所以这些台湾人如果您没有知道他的真正的事实的话 您就会被骗而骗人是中国这个共产党 他们用来维持他们的非法的这个统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毛泽东说过笔杆子枪杆子干革命离不开这两杆子 这就是为什么从三十年代起他们就成立了所谓的宣传工作会议 建立起来了这个我们局啊就是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在五五十年代就成立了 有三十多个品种天天都在行骗天天都在说大陆有多好 台湾有多有多糟糕 那么美国呢更是这个破烂不堪 无家可归的人处处解释 但是你们看到这里自由的人们 可以掀桌子在这个讨论东西的时候 比起来中共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大会 没有一个人敢投反对票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如果人们为了得到自由 我看仙桌子总比一切参加这个会议的人 都去支持一个非常独裁的这个皇帝要好得多吧 谢谢今天的受访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 下次见了 拜